每时每刻解课说题 欢迎收看时刻解说 近期 知识型YouTuber蓝群妈妈 指控老高与小莫 频道大量抄袭了日本YouTube频道 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和关注 随后 老高在距离首次回应的一天后 也就是2023年8月5日 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社区发布了 第二次回应 最终回应 老高的回应内容可分为修改前与修改后两部分 而蓝色部分表示其中内容的变动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暂停视频来观看 老高在回应中主要涉及著作权和资料来源的问题 他强调著作权属于原作者 若原作者不允许或不希望被他引用转载 他可以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他也表示除了原作者或者作权所有者外 其他人没有资格要求他删除 或标注视频内容的资料来源 老高在回应中也强调自己视频中引用的论文 都会提及年份和原作者的信息 此外 他还指出视频中使用的音乐和素材 也都是经过购买获得合法使用权的 老高在这次的回应中也在一次 明确地表示自己从未自称为原创者 对于昆虫视频 他指出该内容属于自然科学 因此不存在原创者或源头的说法 他还指出自己的昆虫视频全文将近7000字 而只被抄袭的日本视频全文不到3000字 相似之处仅在客观事实的阐述部分 因此不存在百分之百抄袭之说 老高还解释自己的频道视频内容 与电影小说是有差异的 电影小说属于创作级编写 创出相同内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相反的 自己视频的内容基于 公共或公开的事实和数据 因此内容雷同或相似是很常见的 老高表示 这类频道的视频重点在于表现形式 只有当视频的表现形式 与其他人相同才能被指涉嫌抄袭 然而涉嫌抄袭的前提 也取决于是否购买了相应的使用权 基于这样的理念 老高表示 自己从未要求任何重置或后置 他视频内容的人删除视频 只是禁止一样表现形式的视频搬运而已 老高也呼吁 想要获得关注的人应该自行努力 而非通过喷人的方式 并表示虽然自己从来不会攻击别人 但也不希望被别人乱喷 同时 老高还提到一个频道 从五个月前 就开始恶意攻击和蹭流量 这个频道不但经常使用老高或小默 这两个名字作为视频标题 还将这两个名字 与各种奇怪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随后 老高于2023年8月6日 选择撤下了社区中所有 他对抄袭争议事件相关的回应 在老高发声明的同一天 蓝全妈妈也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 社区中 对老高修改前和修改后的最终回应 做出了回复 蓝全妈妈表示自己从未要求老高 下架任何涉嫌抄袭的视频 也没有要求相关视频标注内容来源 他认为老高既然已经承认了 部分视频里所讲的内容是自然科学 那是否也变相表明了 老高是说书人 所以内容真实性并不重要的观点 实际上根本就不成立 他也对老高所说的 我们从来不攻击任何人进行了回应 并表示老高什么观点都认同的行为 类似于墙头草 蓝全妈妈也指出 这类创作最难的部分在于脚本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构思 而老高却通过抄袭来获得结果 甚至还受到其他人的膜拜 他认为公开纠错和讨论老高抄袭时 被他暗指为喷人是不公平的 同时 他还提到部分老高的支持者 在他的频道留下了恶意留言 甚至涉及人身攻击 他对老高所说的著作权和资料来源一说表示 或许从当下的法律角度来说暂时并不违法 但老高不应该理直其壮 毕竟法律是对人的道德要求底线 蓝全妈妈还强调他的部分视频可能看起来 充满了攻击性和不够客观 但这是因为对老高的故弄玄虚和误导 以此来扩大节目效果的举动感到愤怒 从而导致意识之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表示自己并没有挑起纷争的资本和缘由 也并非只是攻击老高与小莫频道视频 还是有对他们的部分视频内容表示过高度认可和赞扬 关于蹭流量 他认为欲促频道都是 追寻热点和热门课题的创作方式 因此这一说法并不贴切 他解释妈妈不同意系列 本就专注讨论老高与小莫频道视频的内容 所以以老高或小莫作为标题是非常合理的 他强调该系列所有视频里的结论和指出的错误 都有理有据的 并非只是空口说白话 针对老高以自己昆虫视频字数较多的论述 他反驳称老高仅在翻译句子上进行了修饰 原意上依然语言视频的内容如出一辙 甚至这些字数的差距很大程度上 也是源于日语和中文的表达与字母的不同 他表示非常希望老高在未来 可以对自己视频的顺序和内容进行调整 而非直接搬运 并表示非常愿意听到更多老高的个人观点与想法 蓝拳妈妈也表示想要听到不同声音的观众 可以来他的频道 并强调即使看完视频后留下差评也没关系 而以上就是老高与小莫和蓝拳妈妈 各自对于该事件的后续回应的重点 那么对于这些回应你又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了按赞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和最新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